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第十一章 比较单一与两组平均值 也就是这一章会介绍三组 三种常用的T检定的一个学习单元 那在那在做导读之前呢 我先做一个简短说明 在录制前面的相关与回归的导读影片的时候呢 我刚好那一阵子不幸确准 所以那时候录制的说明会有些 在说明中呢会有些模糊不清楚的地方 那不过呢因为考虑到之后 会再继续将这个课程 变成比较正式的线上课程 所以那个录影的部分 我会一直放在YouTube上 那作为说之后的参考 请各位观众或是读电子书读者呢 先请见谅 好那我就来正式开始来做这张的简单导读 那因为呢在前面统计方法 我就已经有说明 我会是采用线性模型学习取向 这个方式来介绍 如何学习 这一学习常常用的基础统计的方法 那么那么T检定这里就会是 第一个会正式用线性模 回归模型的方式来做介绍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是电子书虽然是保留原书的编排 不过这个内容呢 我用了Trader GPT完成 初步翻译后呢 目前大多分还没有在 各位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还没有做 做比较正式的编修 不过呢我在这里我会介绍 我会建议同学的学习方式呢 就是在这里的这个每个单元呢 单一样本 这一 第十一章的每个单元呢 单一样本 Z检定 其实是不需要去学习的 因为有了线性模型之后呢 传统的教法 其实会藉由Z检定在过渡到T检定 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需要的 所以在大家自己 对很多同学还有老师教学上 其实也可以省下一部分的时间 直接进入到三种我们常用的T检定 也就是单一T检定 独立样本T检定 以及相应样本T检定 那在教学的顺序上呢 我会 或者是同学的学习顺序 我会建议大家呢 先去学习单一样本T检定 以及相应样本T检定 因为他们的线性模型呢 是相同的 那再再接着去讨 接着完成这两个学习之后呢 再去学习独立样本T检定 而在电子书这一张 我们也可以看 也可以看到呢 他这里有这个五亩数检定 但不过呢 因为这个用GEMOBI上手统计学的这个电子书的这个范例呢 他的样本数其实是不足以进行充分的五亩数检定 所以我在 我再介绍三种常见的T检定的时候 我就是 我是直接用 用这边的他这里面的范例来去直接转换成等级资料来示范 示范 五亩数统计的部分 那关于如何使用五亩数统计各位呢可以就就是看到这边的我在统计方法自己编辑的这个导研部分呢 我会有做一个说明以及制作相对的GEMOBI档案 那这些GEMOBI档案呢在我实际的有上课之后呢 我会将档案以及录影说明的一起公开在这个电子书的这些部分 各位可以在这之后注意一下影片以及电子书内容的更新 那其中呢有一个我可以先说明的是独立样本T检定呢 在电子书以及线细模型的教程其实都有示范 which is T检定的一个部分 而这个部分虽然在操作上很简单 不过它的一些原理确实需要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说明 但是因为GEMOBI不管是GEMOBI或者是JASP要去用线性模型去重现它的套件呢 发展还不够完整 那目前的方法也是要 要从这方法是只能够使用R语言去做成 所以我在这里是以补充教材的模式 有写在这里 那我的课程中也会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那同样也请读者以及同学注意之后的录影说明 好那这是关于第十一章三种常见的常用的T检定的导读 好那